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是迄今为止辩论中的一些重要时刻 拜登指出他的对手只比他年轻几岁 但能力却差很多 他敦促选民看看他的履历 特朗普在回应中向拜登发起了认知测试挑战 两人随后就高尔夫球技巧展开了争论 社会保障 拜登表示他将让超级富豪开始支付他们应得的份额 以保持社会保障的偿付能力 他说他不会提高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任何人的社会保障费用 此后我将开始让富人开始支付他们应得的份额 将比例从1%提高到能够终身保障该计划 拜登说 法院案件 拜登提到了特朗普的形式重罪定罪 拜登对特朗普说 这个舞台上唯一被定罪的重罪犯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人 拜登将他的前任的道德笔作流浪猫 1月6日当被问及他的所作所为时 特朗普试图回避这个问题 然后说我看得出来 我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 他们让我去发表演讲 在边境问题上 拜登大力宣扬他所谈判的一项两党边境协议 但该协议在参议院被否决 他还批评了特朗普的家庭分离政策 特朗普重申将美国的暴力犯罪 归咎于拜登的移民政策 对外政策 特朗普称拜登从阿富汗撤军 是我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一天 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 他是否会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 与此同时 拜登大力宣传他之 持的一项提议 急用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换取 释放巴勒斯坦囚犯 和继续有附加条件的停火 特朗普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 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条件 令人无法接受 流产 特朗普表示 如果当选 他不会阻止堕胎药物的获取 并重申他的立场 及堕胎法规应由各州决定 拜登反驳说 将堕胎权交给各州自行决定 就像把民权保护 全留给各州一样 拜登称 推翻罗伊素维德案 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并反驳了特朗普 关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允许医生在怀孕9个月 实杀死婴儿的说法 称这根本不是事实 经济 特朗普声称 拜登总统任期内的就业增长 都是疫情封锁后反弹的成果 但新增的就业岗位 并非全部都是反弹岗位 人们并非都简单地回到了原来的岗位 两位候选人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互相指责 拜登表示 他接手的经济状况应负部分责任 特朗普则回应称 拜登接手的经济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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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